早晨 今天是9月6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开市直击》 我们今集有新嘉宾 有渣打财富管理首席投资办公室的 高级投资策略师陈正乐 和我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始 Light 今早大事有什么焦点 早晨 Wendy 今天大家看着昨晚也是 美国十年期债息表 相对上是4.27的水平 美金也强 还有昨天市场 早前天就弹了一天之后 港股就好像没什么力 昨天内地出的服务业的 PMI的数字没有理想 所以你四个字形容 内外夹击 好像有些不利因素 对港股好像不太有利 是的 后市的走势怎么看呢 还有投资策略应该怎么做呢 稍后Light 都会给大家一些建议 如果你也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部HKATM 在聊天室里 更低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的情况 美股向下 国际油价上升 市场优累会加大通胀压力 美国债息持续上扬 道指在轻微高开后向下 并且以接近全日低位收市 道指高开5点后向下 最多跌202点 收市跌195点 报34,641点 标指跌18点 报44,96点 纳指微跌10点 报14,020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要跌2% 欧洲股市向下 法国和德国股市跌幅超过3%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Tesla反弹4% Amazon向下跌不够1% 另外黑石集团和Airbnb 晋身标指成分股 股价分别升3% 和7% 英超球队曼联中止卖盘传出 股价大跌1.8% 以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卖卖卖卖股ADR 相比本港的上日收市 是各别发展的 京东给本港收市高出1% 网易同百度给本港收市低 汇控比亚迪和港交所都给本港上日收市高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出1% 折合58.37 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疫情平均指数早段升 升119点 最新报33,156点 首亿综合指数要向下 未跌2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 和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都要跌 悉尼普通股指数跌20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8点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科企 最新的情况 现在早段升54点 恒指到184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对原盘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与阿内谈谈谈外围情况 上日看到的情况 就是油价有一个上升 主要是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就宣布延长减产行动三个月 比市场预期进取 报酬升穿90美元 是去年11月以来第一次 市场忧虑过通胀升温 利率期货就看到 预期12月会加息的机率 其实升到40% 相比上日就高出了10个百分点 刺激债升进一步上升 10年期国债的息率 去到4.27厘的水平 阿拉伯先问问你 现在你们如何评估国家息步伐呢? 好像市场上的声音 都未是很统一口径的 如果真的说 好像现在的利率期货显示 那个息率真的未见顶的时候 会不会进一步拖累美股的调整呢? 现在大家估计9月份的会议 是很一致的 刚刚Wendy说的 都是大家估计 年底11月剩下的那一次 就有没有机会 可能会 要加一支息 那个争议点 或者分歧比较大在这里 刚刚你说油价那样东西 的确是 因为原本大家预备 OPEC和俄罗斯 可能将资源减产的协议 延长到10月底 现在原来一口气 就立即做 就会去到今年年底 这个就会令到油价 最近就继续偏强 刚刚刚说过 布兰特旗油 都直接上升到90美金 之前早一天 有些人就正确说 油价会不会有机会 见到100美金呢? 那个水平呢? 当然如果上游的 一些能源的价格的上升 有机会会可能 令到大家对于通胀 那方面的猜测 就觉得会联想到 会不会通胀有反扑 所以我们经常说 如果大家看美国通胀 有个数字就比较重要 就是要留意一下 核心通胀的按月的变动 如果核心通胀的按月变动 其实你大约每个月 都是0.2%以内的话 其实到明年的上半年 联储局的通胀目标 就是百分之二的通胀目标 应该慢慢都会达到 但是你如果说超过了按月的变动 变幅呢 升幅有时大过0.2% 那这里开始就要多些解釁了 所以现在你说 油价这一阵的升上去 对于通胀那方面 可能会有一些作用 但是我们看始终之前美国的通胀呢 很主要都落到服务业的层面 即未必真的再跟大众商品似的 所以现在若果在服务业的价格 或者消费的价格 甚至是楼市那方面 继续在一些放昏的情况 其实对于美国的通胀 未够成一个很重大的威胁 现在始终呢 你说整体的通胀向下的那个趋势 趋势其实我们觉得是可以维持的 只不过现在若果借着近期这个消息 可能说大众商品升一些 会不会有机会夹高通胀 还有昨晚其实还有一些 关于债市本身的消息 就是很多美国企业 就今个星期又发债 昨天单日又可能发债规模 Bloomberg引述一些统计 就去到300-400几美金 你知道供应一增加 你的息无可避免都会叉叉叉 那个价格会下跌 所以这些可能是一次性的因素 所以你说这段时间的息夹高 我们不觉得是一些 就说大家担心的通胀升 但是你想想其实整个市场的论述是什么呢 一方面我们担心通胀升 另一方面要担心中国经济差 你知道中国经济差对于环球经济的传度效应 都会有机会会有一些负面的打击 或者负面的拖累 所以说你又说经济差 但是又怕通胀继续升温 那其实那个论述呢 不是同一个立论点来的 我们觉得是 如果你既然觉得通胀 或者既然 我先说 如果担心经济要进一步放缓的话呢 其实通胀支持不了下去 是的 你就要看回那些数据了 你看看最近那些美国的经济数据呢 其实上个星期出的就业数据 一个接一个 都是不理想的 先说那个职位空缺的数字 那你是两年半的伸低 八百多万份 小个市场预期很多 再看ADP的私人职位 你又看到那个增长到五个月的低位 另外再周五那个重要的数据 说到飞龙了 数字好像帅哥那样 但是少于20万份的 另外再对上两个月的数字是向下收定的 还要看失业率其实相对上一年高位 所以究竟现在所谓担心的经济 通胀会继续持续走高 经济真的强硬到不得了 其实那个论述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论据去支持呢 都未必是 只不过短线的美金还是走强的 是的 我们看其实经济的数据慢慢都是进一步走弱的 只不过美金走强呢 那大家始终都是有一些戒心这样的 所以这个息我们不觉得在高位上 你让它再升了 上到四厘半的 但是也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基本因素 支持它继续持续高期 嗯 好 那你说了这么多了 其实感觉到你的气氛其实是对那个 都是悲观的 我可不可以这样解释 对经济来说我们是审慎一点 是的 可以这样说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对美股现在至年底的走势 你是怎么评估的 那你的顶和底在道指来说 你觉得见了没有 其实现在呢 因为那个经济衰退的时间点 比大家原本预先的 其实是推迟了 嗯 所以我们会觉得短线的事 就还有些动力的 嗯 现在的事 你说的事这一轮调整 或者这两天美股又跌回了 昨晚又跌回了 其实最主要就是夹息上去 不是说担心经济转差 是的 所以 如果你纯粹说息的论述 从个利率的角度去出发的话呢 我们会觉得 现在你九月份 其实再加的空间就没什么了 停就基本上是百分百肯定的了 去到十一月可能市场有些原念 但是我们的看法呢 都没有什么条件再加 因为你十一月距离现在 你还有几个月的报告 是 我们会觉得数字其实慢慢都是放缓 和走下坡的 嗯 所以如果配合了经济衰退 有机会延迟 比市场预期的时间点延迟的话呢 其实美股现在来说 那个基盘面是可以的 是的 可能会再在高位上徘徊 或者你说它再弹回 不奇怪 再配合第二季的业绩了 业绩都可以的 你看到一些大的股份 或者整体S&P500的盈利 其实比起市场预期来说 是好成大约7%的 也比起市场预期好 所以短线来说 对美股仲有点支持 是的 所以对股市方面 反而美股方面 我们觉得不会有很大的忧虑 但是你说 那个策略方面 那当然是两边 我们觉得你又要做一些防守的准备 因为随时预备 大家是到时担心经济转差 盈利转差的时候 那怎样呢 你要有防守性的部署占底 是的 好 我们讲讲高盛最新的报告 就是认为 美国陷入衰退的几率 现在他们的评估是15% 之前他们的预测是20% 所以今次他们的预计衰退的几率 其实就是比之前下降了 高盛就讲到 对联储局已经完成加息的信心 在过去一个月是有所增强的 看到几样东西 原因包括失业率上升 工资增长放缓 以及核心物价下降 应该有助联储局的成员 继续按兵不动 他们对衰退的预期 就是15% 是远低于市场共识的60% 你们预期 你刚才也说了 现在对衰退的预期 其实是一再延迟 你们预期的情况 是会什么时候出现 以及是一个软着陆 还是一个硬着陆 这几个判断就延伸到资产配置上 你刚才会觉得美股在高位横行 但是现在的策略上应该放多少是美股 还是你们觉得应该分散投资 或者放一些资金在其他类型的资产上 刚才提到的高盛报告 昨天我再看了一些新闻 就是说对于美国经济 近期其中一个支持点都挺有趣的 读者都可以和观众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说那些演唱会经济和电影经济 因为近期有些票房大卖 还有一些很厉害的流行歌手 开演唱会带动到周边的消费 那么这个年代下去 你说再基本一点的 就是说在后疫情年代 我们说美国人的额外储蓄很多 我估计Wendy听很多嘉宾经常说 为什么会支持到美国的经济 还是这么强劲 或者衰退的时间 怎么有机会会推迟呢 当然有些人现在觉得 远着陆就不会衰退 跟我们的看法有些分歧 但是那个分歧 我们稍后可以再说一点 但是不重要的 最主要是大家觉得消费的子弹还在 因为说说后疫情年代 美国人额外储蓄是 有些统计或者看回联储局 有些地方联储银行的数字 说是超过二万亿这么多 二万亿美金这么多 但是现在这方面的弹药消耗了很多 剩下大约五千到一万亿美金 所以你陆续消耗下去 你对于经济来说 可不可以叫做最后一根杜槽 未去到这么边缘 但是很明显你支持消费的 弹药会进一步碎脚 如果这方面你没有了的情况下 究竟经济可不可以这样 继续走上去呢 我们觉得可能性就会比较弱一点 所以你经济无可避免 你债息倒挂的那个先兆 已经暗示了经济 其实那个下滑甚至乎含入衰退的可能性 都是相对仍然比较高一点 刚才我们还说到 你看看美国刚刚才调低了GDP的增长 原本就说有2.4% 最新一个季度的增长 但是最新都调低到2.1% 所以配合着这个大背景 那现在美股呢 我们觉得可以用一个叫做 可能共铃的策略 barbell的strategy 就是刚才说美股高位还行 指数那方面我们不觉得 暂时没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压力 反而有机会你 现在调整一些又去一些高位 这方面可以是这样的 但是里面减股呢 我们继续觉得增长型的股份 就是通讯服务啊 那些科技啊 受着AI概念支持那些 就还有很多题材炒作的 那另一方面你再选 就可以选择一些健康护理的股份 因为这个股一般来说 在过往美国经济真的转差 甚至乎衰退期间 他们的业绩表现是相当之有韵性的 是的 通常那个收入盈利还是保持着增长的 所以我们会觉得 可以这两边这样做些部署 但是你说 整个配置里面 整个资产配置里面 我们就喜欢债券多一点 虽然你昨天的债息又升了 我债价又跌了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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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